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18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齊了解一下又有立法會議員又有新唱議 建議派錢應該要多一個條件 做這個條件過後才准派錢 這個唱議的出發點本來沒什麼 不過對一些老人家來說 或者會比較頭痛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又有什麼條件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的各大事故 話說有巴士撞鼠 頭痛 事故特別多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城中熱話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見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 內文就提到 所以有立法會議員簡慧敏建議 若果政府想促進一網通辦 是可以結合致方便平台來派發消費券 以提升致方便利用率 說近日就日前 簡慧敏出席一個場合的時間再次提到 就說若果派消費券 可以要求市民先下載並在致方便登記支付工具 再以電子政府和一網通辦為目標 建議加快智慧治理高效運用公帑 以上折錄於經濟日報的報導 相關議員近日在唱議員 剛剛日前才說過 既然是這樣 不如派消費券結合申請致方便 即是若然申請電子平台 到時就可以一網通行 但對部分老人家來說 甚麼叫致方便 看來不太清楚 礦製都試過了解過 原來都頗難申請 即是去到鐵路站有部機寫致方便 於是你就可以在上面建立一個電子身份 不是不好 不過要很花時間 兼且是否一定要把這件事和派錢掛勾 大家知道這段時間 才爺很聽一些議員的意見 接下來若然整色整水 又加上致方便這個平台才給派錢 就不得你死 既然去年都已經搞定了各大平台 只是支付工具都有六個那麼多 何必又要再搞多個步驟呢 雖然那個原意可能是推動一下致方便這個平台 不過致方便自己也要檢討一下 因為致方便也不是太方便 對老人家來說有點難搞 其實老人家申請的消費券 第一次大家記得嗎 上網申請已經給Google驗證那些 又要你選紅綠燈 又要你選單車 即是正確證明你不是一個機械人 再申請的時候已經很頭痛了 所以越來越多聲音要求拍現金 現金直接入銀行戶口便不用搞那麼多登記 那我算你了 去年那些支付工具都算了 因為絕大部份老人家都是用八特通的 不過若然今年再派消費券的話 又要搞結合致方便 千萬不要 表一看 真是不要 因為到時不知搞多久 若然平日你加強宣傳 叫大家不妨申請多個戶口 最方便 沒問題 但若然到時兩者掛勾就是2月底宣布的財政預算案派錢 鼓勵4、5月才有錢派 到時若然又要結合申請致方便戶口便一點都不方便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說一說 每天都有一節至少要講消費券的進展 加恩都要盡最後努力 儘管反對派錢的聲音和議員今年特別多 但我們都是做好我們的本分 謹受崗位 將民情希望能夠如實地反應得到 另外亦講講市面上的事故消息 事故多羅羅 根據HK01的報道 沙基灣巴士撞鐵欄 撼大樹 司機腰痛送軟滑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今日2月18日上午9時55分 一格森巴原沙基灣愛勤道行駛 投資東玉縣東景角對開 疑似失控撞爛路邊三角鐵欄和一棵大樹 57歲姓鄧巴士司機暴稱腰痛 由救護車送到東區醫院治理 警方正在調查熱愛原因 希望這位車長盡快好 但為何整個巴士會這麼亂撞大樹 仍然有待調查 近期的事故特別多 日前有一輛乘巴 撞到人家的七人車 可以不故而去 照相樂客也有 有片 所以各位網友近日都要多加小心露面的情況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八年老店 太平館餐廳 尖沙咀分店 拆招牌 獲危紅交匯完整收藏保育 報道的難民是這樣的 尋獲香港四大才子 幫襯 首創港式市由西餐的八年老店 太平館餐廳 其中位於尖沙咀的老店 旁邊懸掛超過四十年的危紅招牌 早前跳延無色地拆走 去向未明 到今天2月18日保育組織危紅交匯 就在社交平台發帖文 確認已經協助處理有關招牌 並收入元朗倉庫之內 有待日後有機會重現光芒 危紅交匯就在鐵文交代 早於去年四月接觸太平館餐廳尖沙咀分店 並於同年十月開始商討保育事宜 其後獲餐廳第五代傳人徐錫安先生 和從事危紅燈工程的公司支持 成功將招牌完整保留下來 目前已經放在元朗倉庫內妥為保存 無獨有偶招牌早前刷寫當日 徐錫安亦術八一年招牌樹立時 他仍是一名高中生 而招牌被移除之時 身為高中生的兒子 就在場記錄這個別具意義的一刻 彷彿寓意義百年老店的世代交替 組織引述薯條型的危紅招牌出處 當年由南華光館公司設計 太平館提供意見 例如南底紅字搶眼的用色 書法節由領南派的名宿 市民書畫區階的以顧學者曾經紅提字 太平館餐廳 自1981年樹立 但太平館秉承傳統 仍然保留裝飾風藝術風格 以獨特的線條勾挖這個招牌外形 加上光管鐵器等師傅的功夫 令招牌成為具有歷史文化社會意義的藝術品 不說不知太平館餐廳成立於1860年 由隨時家族在廣州太平沙開設頭一間華人經營的西餐館 其後在50年代在香港開設分店 經過舊樓刷舍重建搬遷 現在已轉由第五代的全人經營 先後在油麻地、中環、尖沙咀銅鑼灣等地點開設分店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太平館餐廳的偽紅招牌 原來已經不見了 不過不用怕 整個招牌收了下來 正在元朗的倉庫保存著 近來都不知道搞甚麼 香港有很多特色的偽紅燈招牌被拆了 當然你說屋宇柱用一個安全角度 你不能說 但外國遊客來到香港特別喜歡看這些東西 結果近日連太平館餐館的招牌都拆走了 不過正待另一個機會發光發亮 另外亦講講這一則的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懷孕的同事不辨外勤的打工仔不滿工作量大增 冷嘲一句反而引來網民的露批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各位打工仔 在香港討論區 咦!有一個帶肚同事 真的很煩為題發貼文 指她一位女同事原本需要外出處理公司業務 例如銀行或幫忙買物品 但當她懷孕過後 擔心外出的時間會受傷 就說怕會弄傷又說不站得久 怕有甚麼事對嬰兒就不好 老闆聽後就順從對方的意思 讓其他同事代佬 事主因為工作量增加而非常不滿 並認為那位懷孕同事怕這樣怕那樣 既然擔心工作會影響過胎 就說不如快點遲了份工 上班也很危險 很容易會弄傷 事主的言論引來網民的批評 紛紛直斥她沒有跟你心留意 將心比己 也有人說如果她有甚麼事 你於心何忍 有人就建議公司大可以調換雙方的工作 以避免增加其他同事的工作量 就說你幫她做外勤事 給她一些辦公室的事 她做不行嗎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網絡熱話 這位事主將我感受寫了上網過後 反而遭到網民炮軍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過若然你有同事懷孕大肚 被礦仔都會事事盡量幫忙 一來已經辛苦了 二來就做多一點事 又不會沒了腹肉 結果這個事主就被網民熱烈炮軍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